今天呢 我要去北京 這次我主要是跟家人一起去自由行的 然後我們會玩一個禮拜 我是搭紅橋機場的飛機 新的機場叫做大興國際機場 大家看一下他們大興國際機場 一些新的設施 很多免稅店 大興國際機場線的專程 現在北京天氣是12度 現在已經在平安里捷運站車小巷 在住的飯店的門口 叫做1651蓮花酒店 北海四合院店 以前的那種四合院 還蠻喜歡那種族族的感覺 今天是北京樓 然後我們現在我們要做掌心磚 現在我們要去東王府 現在來到東王府 和尚以前住的地方 現在來到東王府 現在來到東王府 和尚以前住的地方 和尚以前住的地方 和尚的座花園 康巿盆 康巿底字的針繩在這裡 康巿血的符字 就在和尚的座花園 就在和尚的座花園 和尚的座花園 這邊有個尺 旁邊就是滴水岩 這是服務廳 編服的服 這是前海公園 我們來吃煙帶斜接 很熱烈喔 煙帶斜接上烤肉計 聽說是普魯的弟弟 其字的 前海夜景 來吃他們有名的紅鍋蒜肉 這家叫聚寶園 這個麻豆腐吃起來 軟軟沙沙的口感 就是麻燒燒的羊肉餅 這個羊肉串超好吃 去青海吃的羊肉串都很小一個 但它這個是黑個都很大 雖然又不會像青海那時候沒有加太多 完全都是雖然的味道 然後它這吃起來還是有那個羊的那種奶味 但不是燒味啦 他們這個羊是沒有燒味的 超好吃 一個是瘦肉然後再一個是肥肉這樣搭 就不會那麼膩你知道嗎 還蠻好吃豆 給大家看看晚上飯店的樣子 燈火通靈 超漂亮 分析香格 東香格 養心摘 今天我們要進這一間 今天入住餐的 黑皮樓房間 可以放一個散水花 後面是浴室 有質感耶 飯店要喝到豆腐的杯 電池 一個晚上390元人民幣 還不錯 今天是來北京的第二天 然後呢 我們主要是要去故宮的 想說我們先經過天安門廣場去看一下 可是剛好今天不知道有什麼活動吧 天安門廣場現在就是瘋了 所以我們就只好就直接過來天安門這邊 然後可以超多武器 如果要去毛澤東呢 今天他要過安檢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故宮裡面啦 故宮國父耶 我媽 我媽要在這裡寄哪一票 我們要在綜合服務處那裡換票 但是現在他們都改成 就是直接刷 身份證或是台報證就可以進來了 就不用像之前那麼麻煩還要換票 然後學生票的話也是 就直接刷進來就可以了 進來之後還是要過一下案件 那我現在位置呢 就是在太和門的位置 雖然今天是星期五 但是倆還是很多 但是倆還是很多 收合店 裡面也有個籠子 秀康門 秀康公 直秀明星 秀康門 向太后請安的休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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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果牛肉飯 食物園 不公斤飯 肉、芒果、牛奶的口味 造型就是人瘦 小冠華夏果 它是蠻精緻的一隻冰棒 現在來到的是 慈寧宮 慈寧宮的 慈寧宮的後花園 在這次看到一隻冰棒 畫入一隻冰棒 還有一隻冰棒 可惡 有這種冰棒 尖叫... 有這種冰棒 有這種冰棒 叫... 不曼跑 要把個手 有這種冰棒 懈體 这次是新桌 这个会拉肚子 然后这个会抄中 大鸣小鸡 我们要去珍宝馆 清钱帮我们的时候做的 就来来 鸣秀王 我们要去珍宝馆 男青哥 以前的送方 他原來就很像一個公家 然後很多假山 走出去就是出口的 來 逛完了 北京故宮馬上就衝來他後面的那個景山公園 我們要在門檻整個故宮的全景 然後要趁夕陽還沒掉下去之前來這裡看 他還感受到非常壯觀 他後面就是毒石很有毒精的味道 所以我們要在門檻 這是景山公園的萬壽 南螺土象 台灣一口蟹 八十元一份 雜摸 壁吃 我們要去吃 柑橘奶酪 龐柑 超級油 超級油 六千塊 北京地區 咪咪 今天祝養新章 很典雅別吃 這間房間就比較大 房間就在電視的後面 還有一個放茶具的可以在這裡泡茶 浴室呢比較大間一點點 我們今天開箱到這裡 今天我們來北京體驗黃包車 這就是生長騰 嗯 嗯 這輪黃包車 不是要 哈哈哈哈 原來 哦 它是自動的 所以它是聲控的嗎 它是聲控的 哦 聲控的路的 所以它會亮 很酷 我們現在在景山公園外面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南羅古巷 大哥人很好 讓我們兩個人坐拿到10塊錢 拍到嗎 哈哈 拍到嗎 然後錄影錄影 拍視頻 一看 一看 有一個很高的 然後我們坐在水上 那邊也只能做到 老猶豬 哦 哦 黃椰 我們坐在刀 收藏 我們是 黄包车 对这是名字黄包车